19号晚,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看望正在北京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习近平首先祝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烈太后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习近平指出,中简关系紧密、特殊,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感情。 建交六十年来,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培育的中简友谊,正日益焕发蓬勃生机。 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烈太后心系中简友好,为发展中简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真是同柬埔寨王室的特殊友谊。 我同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烈太后年年相见,像家人聚会一样。 我同西哈莫尼国王就继承和弘扬中简传统友好达成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两国高层和两国人民,柬埔寨将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长治久安,人民幸福。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对简关系,将同简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既往开来,推动中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感谢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友好情谊。 他们表示,我们每次见到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都像见到家人一样亲切。 柬埔寨人民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坚定支持和宝贵帮助。 感谢习近平主席非常关心、重视并推动简中关系发展。 习近平主席2016年对柬埔寨的历史性访问,将简中关系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简中友谊,坚如磐石,简中合作,枝繁叶茂。 柬埔寨王室将继承西哈努克太皇开创的对华友好事业, 继续积极推动简中全面战略合作,不断取得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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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啊。 感谢观看